其實你說害怕嗎 是蠻害怕的 因為其實掛在那邊還是蠻帥的 但是我覺得紀錄是這樣 我覺得紀錄終究還是會被破 所以沒有關係 那被破了就再破回來 不用那麼在意的結果 不用那麼在意輸贏 但是過程一定要拚命努力認真練習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有話要跟錢姐說嗎 錢姐 對不起我腹胖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看到預告齁 對 你的紀錄被破有沒有很 我其實有點嚇到 因為我想說其實把那個紀錄推到六米應該是比較難 但還是有機會 但我沒有想到說這麼快 所以在第四季的測試在可能就被破了 是蠻害怕的 因為其實掛在那邊還是蠻帥的 但是我覺得紀錄是這樣 我覺得紀錄終究還是會被破 所以沒有關係 那被破了就再破回來 如果壘球 壘球之前被破 我會覺得比較丟臉 因為我自己是從小打棒球打到大了 那我自己其實也知道 其實是算棒球員來講 其實也不算 但是對可能一般人不是打棒球的人來講 是真的是有一點難度 對啊對啊 所以知道可能有被破的機會 我是有點受傷 剛剛其實有幾個 像夏浦一樣 對他一看其實運動能力都不錯 然後輝煌 輝煌我之前就跟他認識了 然後他的運動能力其實我也知道是非常好 那再來還有阿梅 梅仙智 梅仙智 他剛剛躲鼻手的表現我覺得非常好 我覺得他未來會在隊裡是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那他在團隊裡面其實會起到一個很好的作用 就是他可以去調和隊員之間的問題 那還有像陳瑜 陳瑜我之前有剛做過 那也知道他跑步其實還蠻快的 然後動作各方面都非常厲害 OKOK 這一次會比較期待哪一隊嗎 其實蠻期待黃隊的 因為郭哥他在運動生涯的成就其實很高 那會很期待說他當了領隊之後 那他帶出來的整個隊員的氛圍也好 或者是球鋒也好 對很期待看到一個新的火花 欸我跟你講這一季真的每個都很強欸 我覺得這一季至於感覺蠻強的 因為我覺得他很認真 然後他的體育 我之前聽說他的體育相當不錯 還有許德偉 為什麼是許德偉 因為許德偉是我的現成教練 之前瘦身減肥都是他帶我 喔原來那你現在肚子還在嗎 好好好 他帶我瘦身9公斤 然後他的體格啊體力啊耐力運動 其實各方面表現都蠻強的 OK 所以我蠻期待他 學弟妹加油 加油 再加油 不用那麼在意的結果 不用那麼在意輸贏 但是過程你一定要拚命努力認真練習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有話要跟錢姐說嗎 錢姐 對不起我腹胖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 Manuel 謝謝 謝謝